上一讲谈到陈皇后废居长门宫 这整件事的时间线很难理顺 原始材料的记载彼此冲突 没办法 准确的时间线确实梳理不出来了 虽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 这不过是个枝节问题 搞清楚也好 搞不清楚也好都不重要 但在文学史上 这个问题就很有重要性了 因为它直接关联着一篇 极其出名的汉富作品 长门富到底是司马向儒的亲笔 还是后来好事之徒的伪作 南北朝时代 梁太子萧统编辑文学 收录有司马向儒的长门富 分在哀伤这个门类底下 萧统还写了一段序言 介绍长门富的创作来由 说陈皇后啊 孤零零住在长门宫里 筹问卑斯 听说司马向儒是天下第一等的文章高手 于是拿出来黄金百金 去笼络司马向儒和卓文君 换来了这篇长门富 后来汉武帝被文章打动 重新对陈皇后好了起来 事情听上去倒也有几分合情合理 但因为时间线的问题 可信度自然呢大打折扣 不过历朝历代的文人骚客 太喜欢这个故事了 所以并不太在意史实意上的真伪 这就使得千金买富成为司马向儒 留给后人的第十二个文化鱼马 细心的人啊会注意到 不是黄金百金吗 怎么突然高出来一个数量级 变成千金买富了 原因啊很简单 千金买富说出来呢 比百金买富更好听 更能够凸显长门富的价值 百金也好千金也好 如果是真的 整件事就有了化石代理意 意味着纯文学作品 可以被明码标价了 材子可以被重金约稿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文人骚客们特别迷恋这个故事 而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中央集权政治结构之下的君臣关系 很像是父权社会下的夫妻关系 陈皇后被打入冷宫这种事情 很容易引发文人的共鸣 被打入冷宫之后 应当有怎样的心态和怎样的期待 逐渐也就有了标准答案 比如我们看司马迁被汉武帝施加抚刑 后人就会认为司马迁即便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也不应当在史记里面讲汉武帝的坏话 他只应当像一个遭受了家暴的温柔妻子那样 怀着对丈夫刻骨铭心的爱 永远期待着丈夫的回心转意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 这种观念还没有完全成形 所以这种观念去套史记的话 就不难觉得史记是一部棒数 好榜样以杜甫为代表 杜甫的一生遭遇了那么多的磨难 皇帝也没有拿他太当回事 但他的势力总是有一种痴心不改 苏氏对杜甫有一段相当著名的评价 说古今诗人这么多 杜甫之所以能排第一 是因为他纵然颠沛流离 饥寒交迫 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施展政治报复 但无时无刻不再记挂着皇帝 换句话说 皇帝的屁股不论冷或者不冷 杜甫这张老脸始终都热腾腾的贴在那里 不怨不怒不舍不弃 长门妇描写的陈皇后正是这样的心态 有期待 有哀伤 有自责 有缠绵匪测 有欲望 情深 唯独啊 没有半点抱怨 假如陈皇后可以倾土心生的话 长门妇一定会是另一种写法 刘彻 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的皇妹还不是我娘给你弄来的 你非但不知恩徒报 反而迷上了那个奴婢出身的小狐狸精 你说说你这个品味 放着家里的蛋糕不吃 非要去野地里去吃屎 吃不完还要打包带回家 我不管 你赶紧把狐狸精赶走 把我老娘请回去供着 当然 真实的长门妇 是用武帝很着迷的古雅词早写出来的 但更有意思的是 别看司马向儒精心浅词造句 撮合一对感情破裂的夫妻 但他似乎自己并没有做得更好 《西经》杂记有记载说 司马向儒想要纳妾 看中的是长安旁边 茂林某人家的女子 卓文君听说了这件事 写下了白头银 要和司马向儒断绝关系 司马向儒这才打消了那妾的念头 所谓卓文君创作的白头银 最早被收录在《玉台新勇》里边 劈头就很硬气 意思是说我有感情洁癖 眼里揉不得沙子 听说你动了歪心眼 咱们就爽爽快快离了吧 然后说着说着又说出来一句心声 愿得一心人 白头不相理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一辈子 对自己死心塌地的男人 就这么一生一世 一双人的过一辈子 严谨一点来看 这首白头银 原本应该只是汉朝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 作者已经不可考了 只是被后人附会到卓文君的名下 又给司马向儒和卓文君编排出来一段感情波折 但是只要情节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那么不管真假 都会不断被人津津乐当 就这样 茂陵女和白头银 整为司马向儒留给后人的第13和第14个文化鱼马 我们看李白借岳福古题 写过的那首白头银 其中有这样几句 李白啊 这是把成文妇和白头银拉到了一处 说司马向儒 其实哪有资格撮合人家夫妻呢 自己做的还不如汉武帝呢 同样论调的 还有崔道荣的绝句 成文院 成文花气一枝春 争奈君恩别处心 错把黄金买慈富 相如自是薄情人 我们读历代诗词 成文妇 成文院 白头银 凡子种种的各类鱼马 特别常见 天游家族的事情 自然呢 也就越来越多 到了明朝 贺富争 编选 文章 遍体会选 收录有 卓文君 写给司马向儒的一封书信 责备司马向儒 另有新欢 所以要 井水商商 与君 长绝 张谢编选 司马文院集 收录有 司马向儒 给卓文君的回信 派胸口表示 绝不辜负 老婆大人的期待 信里 语气 虽然是信誓旦旦 但那些话 越琢磨 越让人觉得别扭 想什么 五味虽肝 宁先倒树 五色有残 而不掩为布 大医师说 就算鸡牙鱼肉再降 人呢 也必须先吃白饭 就算 绫罗绸缎再漂亮 也掩盖不了 粗不得美 说的 卓文君 是好糟的一块糟糠 全然不记得 人家是 富家千金 自己的财富 全是岳父大人给的 这封信 假如真是 司马相如血的 纯属作死 肯定啊 能把 卓文君欺诈 让我们 回看 陈皇后 无论 长门宫当时 是否存在 总之 她被废去了 皇后身份 打入冷宫 这场大狱 究竟有几分是 因为陈皇后 咎由自取 有几分是 汉武帝 处心积虑 有没有可能是 魏子夫 暗中使坏 后人 各有 各的怀疑 西汉末年 董贤被 汉埃帝宠幸 董贤的妹妹 入宫 为朝仪 汉埃帝 专宠董朝仪 冷落了 父皇后 连带着 父皇后的父亲 孔香侯 傅燕 虽然有个高贵的头衔 却郁郁不得吃 桓坛和傅燕 死交很好 劝劝傅燕说 从前五帝 想离魏子夫 为皇后 暗中去找 陈皇后的把柄 果然就废掉了 陈皇后 改离了魏子夫 如今 董贤是皇帝 身边的红人 董昭仪 又被皇帝专宠 恐怕 当年 子夫之便 将要重演 桓坛把当年 陈皇后 被废的事件 称为子夫之便 显然是认为 起因全在 魏子夫身上 夫燕被一言点醒 着实吓了一跳 请桓坛拿主意 桓坛真有主意 首先搬出了一个大道理 原话很响亮 叫做 刑法不能加无罪 邪网不能胜证人 意思是说 刑法就算再可怕 也没法施加在 无罪之人的头上 弯门邪道 战胜不了 走正道的人 这个话一讲出来 我们感觉 桓坛马上 要出书呆子的 馊主意了 但并没有 桓坛呀 叮嘱赴燕 说 父皇后 年纪还轻 处在这种境况下 难免不会像 当年的 陈皇后那样 被巫婆神汉 蛊惑 搞巫术做法 来试图挽回 皇帝的心 这万万 不可以 赴燕本人 也要注意 因为自身 就算 无懈可期 但架不住 门客那么多 总会有人议论朝政 说出什么 不该说的话来 傅燕不如 遣散门客 身居检出 谨言慎行的好 傅燕很听确 不但自己照做了 还叮嘱了 父皇后 后来董贤 果然作怪 暗中指使 太医令 搜寻 傅燕一家人的罪证 还逮捕了 父皇后的弟弟 结果 傅燕依照 还谈的嘱咐 全家人 硬是让董贤 抓捕了任何把柄 董贤也只有作罢 中哀帝一朝 傅氏家族 就这样 有情无险的熬过来了 还谈和傅燕 就属于 很会从历史当中 汲取经验教训的人 而陈皇后的前车之鉴 在他们而言 并不久远 在交代几句后话 按照汉书 外七传给出的时间线 陈皇后被废 退居长门宫之后 第二年 陈皇后的父亲 陈武过世 长子陈虚 继承爵位 成为第四代 唐义侯 刘彪寡居 喜欢上了董言 十多年后 刘彪过世 陈虚涉嫌淫乱 又闹出了兄弟之间 争夺财产的事情 犯了死罪 陈虚因此自杀 封地撤销 又过了些年 已经不是皇后的陈皇后 才终于结束了 有喧闹 转入冷寂的一生 董在霸凌郎关亭东 武帝的陵墓叫做茂陵 霸凌是文帝陵 陈皇后到此 也没能和武帝挨得近些 这一讲的最后 就用新气急的一首词 来收尾吧 长门事准你加起幼物 俄眉曾有人度 千金纵买相如妇 默默此情谁诉 君莫武 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贤愁醉苦 休去以微蓝 斜阳正在 烟柳断长处 好 我们下一讲 再见 请不吝点赞